黃子嬌 焦哥12號出席公益活動 目擊大家的夢想並鼓勵實踐 在現場焦哥也大方分享 自己未來三年內的目標計畫 沒想到最先起步的居然是 比較急的就是出唱片 我從五歲開始聽歌 現在已經快四十五了 一張唱片都還沒有出 很開心小燕姐滿支持我的 所以一年內 真的給我一年的時間 一定可以有一個 我理想中的作品 老實說我這次的計畫 應該不會去找太多的其他的歌手 因為第一個大家都忙了 第二個因為去年出書的時候 人情用的差不多了 沒有第三個就是回到原點啦 我希望這個專輯還是先 從我內心去挖 事業上已經踏出夢想的步伐 對於焦哥的終身大事 外界還是非常關注的呢 和女友孟耿如感情穩定 但他直言想結婚 還要突破層層的關卡 我會很謹慎 我很怕不能白頭寫老 我有時候看到 就是娛樂圈 分分合合 感覺都讓觀眾看笑話 要做一個很好的示範 所以我希望我自己的婚姻呢 是一次就是永遠 要再讓他的家人 更信任 因為他們的家人 滿多的 所以要有一種打通關的 就是一關一關啪 過 弟弟啪 姐姐啪 爸爸啪 要一關一關的過 現在才大概打到第四關而已 所以還有很多關要走 相信大家都很期待 焦哥的音樂作品 也祝福他早日闖關成功 哇嗚 那是新聞網採訪報導